大家好 升旗易得讀 今天是2023年 10月5日 今天是星期四 來到星期四晚上 繼續跟大家詳細揭露時事 今天比較多篇幅和話題跟經濟有關 這一節 跟大家繼續研究這個樓市 還有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就是樓宇的按揭問題 這個也是最新 新鮮滾熱熱流傳著最新的問題 這個樓盤 是Lofoland Lofoland的樓盤 就是一個新鴻基的樓盤 這個樓盤位置的位置是屯門 不接近屯門市中心 近的地方 是屯門醫院 屯門的兆康站 最新爆發了甚麼問題呢 就是事源Lofoland的業主 忽然之間上網 就在業主的討論區 就是忽然之間四周圍向人請教 說自己 單位給銀行 call loan 周圍問其他業主 有沒有這樣的情況 還有有沒有解救的辦法 好了 現在出現了幾個問題 就是到底 香港 的新業主 到底有多少是會被人call loan的呢 這個大規模的call loan 是不是只是跟樓市有關呢 可能也跟銀行本身有關 但是 我們繼續詳細說之前 請大家記得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立市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也繼續誠意邀請各位 記得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方法非常簡單 你一定做得到 記得打開我們的 後備頻道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烏大法 敬請大家 記得繼續幫忙支持 今天也是節目比較晚了就播出 應該我再調整 早點的時間 因為現在香港人應該早了睡了 所以我應該再把時間 向前提早 不過沒有辦法了 有時壞習慣沒有那麼快改倒 習慣了這裏夜睡 通常沒有那麼早起身 另一個原因就是 其實已經可能一早看完 今天的時事預備說 然後就是 咪咪摩摩 等了很久也未開始 還有一個原因的 跟天氣轉冷有關係 不知道大家聽不聽到 其實我現在說話有避陰 沒有大礙的 通常的原因 是身不夠暖 就有兩滴鼻水 接著就有鼻音 這也挺影響我做節目的 因為 我做說話的人 就是很不順暢 因為我要連續10分鐘說話 如果是對談的節目 又或者你跟其他人說話 你不會覺得 鼻水會使得你說不出話 但是由於我做節目 我必須要連續 不斷地自治鏗鏘地說 這樣 是會有困難的 題外話說不說了 我們繼續回來研究Lofoland Lofoland就是有個業主 上了Lofoland 的業主群組 詢問 他的單位的事情 簡單來說 他的單位 就是高層的一個單位來的 他做了大新銀行按揭 銀行忽然之間跟他說 說要收回按揭 他就說自己有準時供款 銀行給了30日時間 叫他 把 欠了銀行的貸款 銀行的貸款應該是500多元 就是要 立即 歸還 他 做其他的按揭 轉其他銀行 也有困難 他說也不可以就這樣就賣了 因為有特別印花稅 他說樓價 是650多萬 當時 就是給了兩成首期 就130萬 印花稅 以及 律師費就是26萬 再加上做了按揭保險 就30萬 你計算一下 其實他大概拿了 186萬出來 買了這層650萬的樓 現在就被銀行召開 這個業主就是方失失 不知道怎麼辦 那麽算好 那麽 他也做不到第二間銀行的按揭 然後 說 找 拍賣行 拍賣行就說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做樓 就是要打折發售的 還有 中間的拍賣費用 所有的東西 都是入回這個業主數 到時就說未必有錢剩的 他是不是搞錯了事情 其實現在 樓價 你打折賣了出去 你還想有錢剩 其實應該真的沒有多少 因為樓價正在下跌 再加上 律師費 印花稅 還有按揭保險等等 全部通通就拿不回 就算樓價 按照你 當初買入的價格 是差不多 你足足 都不見了 起碼 已經不見了半球 再加上樓價下跌 再加上你還要有拍賣 的費用 你計算一下 一來一回 最少也不見了100萬 他也上載了一張照片 大新銀行 寄來 大新銀行寄來 貸款 金額就是 509萬 欠了利息 16000多元 銀行正式向他追收 就是 510萬 的outstanding 貸款 看看樓盤相關資料 這是新鴻基地產的樓盤 2023年 今年才剛入伙 他正在賣的赤價 最便宜的 也要12000元一尺 由於近期樓價已經正在下跌 現在 成交 最新應該就是11000元一尺左右 不過他成交數目相當之少 然後有很多人就詳細研究他的案例 後來這個業主就自己爆出 就說原來他當日就是上會 也是剛剛好 是能夠做到按揭 由於現在樓價正在下跌 利息正在上升 因此銀行就要求他 要再補 額外的擔保日 這裏再次提醒大家 你做擔保人在法律上 是等於 你跟自己做按揭沒有分別 即是說 擔保人是會可以給銀行 全數 向你追討的 記得 除非你是他爸爸你是他媽媽 任何人叫你做擔保 你也絕對不能夠做的 你做擔保人 全數 沒有事由至可 有事 就是等於你 債仔 記得擔保人是不能夠做的 銀行忽然之間要求這個業主 就是要找額外的擔保人 回來 你可以想像到 有哪個人會無緣無故願意幫你做擔保人呢 而那擔保人 不是 就這樣找爸爸媽媽就可以了 他還需要有 一定的收入 因為銀行就是找人做擔保人 你供不起樓的時候 他幫你供下去 銀行計算 沒死錯人了 死的是你 所以 就有很多人研究 發現其實他 本身 的入息是有問題 不過 這個正正就是我們 告訴大家 你還入市 一定會出事 因為有很多人其實根本 你不是 富豪來的嘛 一炮過 cash buy 然後就說自住 絕大多數的人其實就是上會買樓 你根本勉強強 過到最低的門檻 勉強能夠開始供樓 一旦 發生情況變化 情況還未必是你變化 你可能的工作繼續有的 但是 銀行 進入了加息周期 銀行受不了 就跟你說要重新覆核 還有 就算你收入沒有改變 由於樓價下跌 銀行股價不足 銀行股價不足就是會跟你 追收差價 跟你說 中國要補錢 這個其實是一直以來 香港買樓也沒有改變過的 其實最彈工手的始終就是在銀行上 銀行絕對不會做蝕本生意 有的就是你 其實到底你在香港 買樓 有多少東西是可以你賺到的呢 你說自住不害怕 但是你自住 你只是想給低一點租金而已 因為你覺得可能供樓比租金便宜 但是租金現在根本也不昂貴 好了 你買樓的另一個原因 你不就放租 但是如果你又說自住 你根本也不可以放租 放租 根本就不在你的計劃 好了 你說要樓市升 那我就有得賺 發展商賣給你的時候 本身已經有日價了 日價就不輪到你賺 而且現在 在香港買樓的人 數量其實是有限的 來來去去 說剛性需求來來去去 就是年輕一代 剛剛結婚 預備要 成家立室 才需要 說自己自用買樓而已 你數一下有多少人 以前的熱錢也沒有 而香港的樓盤 那麼多人想放盤離開 你就知道 其實 真是承接 的能力是有限 所以現在買樓其實是非常高風險 實際上你可以拿到的好處 是少之又少 除了你說要完這個 是上車夢之外 但是如果你真的純粹想做業主的話 我們早就說了 你絕對可以 在加拿大、澳洲、英國買樓 英國 除了大城市之外 三大城市有兩大都不是很貴 視乎地區和地段 除了倫敦 是叫做緊貼在香港後面之外 其實 北明漢和萬城 樓價和香港相差非常之遠 更加不要說這些 城市周邊 衛星城市 衛星城市其實一樣要進去大城市很方便 衛星城市的樓價更加 可能只是 香港的四分之一 所以其實你說投資和買樓 是沒有得自己騙自己的 你本身想在香港買樓 想買一手樓 就是有買奢侈品的成分 你想告訴人家我買得起漂亮樓 其實 你付了日價出去 就是因為你在享受 做這個一手樓的業主 想告訴人家你買到的東西 是比較貴 你是有奢侈品的效應在裏面 隨著樓市正在下跌 再加上利息 其實有幾個因素都會導致就算你 現在 可能是今年或是上年 是買了新樓 做了按揭 不代表銀行 不能夠再增加條件 好像這次這個案子 叫你再增加擔保人 到時就不知道你的擔保人在哪裡找 我們這節和大家暫時揭露到這裏 我們也會繼續看到底會不會有更加多人被召喚 好 這節和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 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 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安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